你有什么权利管我 我就有权利 你有什么权我 管我 我不管你 我待会高费 你得杀掉 大家好 欢迎来到收藏家的故事会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雅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发生在南京街头的真实事件 希望通过这个故事 我们能共同探讨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事情发生在江苏南京 一位中年大叔申称自己是退伍军人 他在街头突然拦下一辆车 愤怒地指责车主 因为他发现车内挂了一面美国国旗 大叔理直气壮地要求车主立即撕掉国旗 理由是身为中国人不该在车内选挂其他国家的标志 他认为这样的行为不爱国是对国家的不尊重 然而这位大叔的举动不仅没有赢得大家的认同 反而在很多人看来显得非常可笑和愚蠢 爱国从来不是通过这种极端行为来表现的 真正的爱国应该体现在理性思考 开放包容以及国际合作中 大叔的行为恰恰相反 他试图通过对他人的强制要求来展示他的爱国情怀 但实际上这种狭隘的态度反而暴露了他的无知和偏见 中美之间的合作和共赢才是未来的正确道路 盲目的对抗和排外只会让我们失去更多的机会 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和象征 我们更应当以开放的心态看待世界 而不是通过辱骂和强制来表达错误的爱国观念 这样的行为不仅对他人造成困扰 还会给社会带来非常负面影响 中国跟美国的关系现在是越来越好 你个傻屁股你在挑补 你是在挑补中国人民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你这个畜生说话男主义是恨愤 知道吧 畜生说话 我挂什么呢 跟你有没有关系 跟你有没有关系 我挂什么 我挂了不起 跟你有没有关系 跟你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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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没关系 你拿报警 你死走 你美国不过去给我死吗 你给我死 你给我死 别说多少东西 把美国过去 你收回东西啊 你他妈别喝酒 在搞什么东西 死下去 把美国过去 你都喝酒 别干嘛 我跟你讲啊 都没关系 都没关系 你为什么要关这东西 不要说话 全程就带路下 没关系 这是你的 别说 别跟我说话 现在 是这样子 第一 我不认识他 你们派的附近来的啊 你们没有车叫进来 咋吧 进来 没有咋吧 检查来 我怀疑你是个间谍 到旁边你收花 你就是个间谍 到旁边你收花 全程给你带路下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就是这个间谍 就叫进来 叫那个你们民警 你这个小小子 挂一个小区子 为我来工作 好吧 不 因为我们这个出去 我要记忆 是要正规民警 我不讲了吗 来到新鸡道场处置 你说话也不要发火 没有发火 不要发火 声音就是这么大 发什么 我还听不到 好吧 我真的怀疑你什么间谍 我才报警的 因为你挂的是美国的国籍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国家之间的竞争 并不意味着彼此对立 而应该是合作共赢 真正的爱国者 是那些能够理性冷静的看待问题 并为社会和国家的长远发展 做出积极贡献的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从中获得起事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感谢收看收藏家的故事会 让我们期待下一期的精彩故事 我是你们的小雅 再见